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日前中共三大金融监管部门 推出降准降息等政策 但专家警告这些政策如同隐正止渴 恐怕引发中国金融系统彻底崩溃 9月24日 中共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央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大金融部门一把手 介绍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情况 央行行长潘公盛 在发布会上宣布 三大重磅救市政策 一是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并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资金 约1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三是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支持股票市场的发展 对于中共的三大救市政策 专家不看好 目前的经济现在下行的压力已经非常大 过程中它有强大的惯性 而且引发的例如失业 各方面的社会问题已经爆发 所以救市的时间是有点晚的 分析认为降准降息等政策 如同饮震止渴 恐引发中国金融系统彻底崩溃 专家指出 中国房产供大于求 大家认定 房价还会下跌 经济形势又不好 再降息和降首付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并引起中国的坏账的崩盘 冲击整个银行业 那整个金融系统崩溃 指日可待 这是一个自杀的活动 新唐智电视台记者李运 王延桥 特别记者洛亚 采望报道 最后一会儿 判试了 最后一会儿 判试了 一会儿 判试了